Tire Plus 持家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 OG方向盘 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Holder AR抗反射玻璃贴 反光不挡就是爽 大家晚上好 本来以为今天会休息 我本来想说要休息 我想算了 越休息会越硬 所以还是聊聊天 反正也不要再为了小狗的事情 打扰大家 在这边要谢谢很多人 我们的小狗的文章 很多人来留言关心 谢谢大家 然后跟大家分享说 宠物动物要多喝水 我跟你说 你的动物现在好的时候 跟你讲说猫狗要多喝水 你就讲有啊有啊都有在喝 我跟你说那都喝不夠 我跟你讲 这一辈子里面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好好的灌它 每天灌足够的水 它那个你们自己上网查 它一公斤数每天几cc 那个是有一个建议在的啦 它每天没喝到那边 你就要灌到那边啦 这个是我自己切身之痛 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我也只有这次机会可以跟你们分享 虎妖塔比利后X官网售价调整为167万 上涨7万1 赞啦 诶我跟你讲德政这个涨价7万1 我真的要替它拍拍手 为什么 因为我的车就好卖了 好不好 等我招回修完领到十几万的补偿金之后 卖出去我就不会赔了 我知道啊 我真的我等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真的值得 它这样涨下去 整个就是这个叫做反其道而行 你知道现在日币跌 日本原装进口日币跌 它再涨 它可能这一次这个 招回花很多钱你知道吗 直接涨起来7万1千块钱 哇这真的得正 我唯一一次给它卖了 但是哦 我觉得有一点有瑕疵 就是妈的 我这一批的轮子 你都还没有修好 你就先涨价 你好歹你才会做生意的 你先把这些不行的都找回 修理好之后你才来弃嘛 对不对 那吃相也好看 我们的感觉店 我们只是这个 跟线上的观众朋友讨论而已 我们也是嘴不了什么 我们嘴也是没有什么屁用 对不对 好我们当做聊天嘛 我的意思说你不是 你长很棒 因为你长我就不了解啊 所以涨价 我OK我开心 问题是 你要弃给 你也担我们很负责任 把这些东西 我们卖出这五十几台的客人 我们已经全数的这个招回 然后这个招修完毕 补偿也都补偿完了 好了 我们的车现在没问题了 debug了 这些白老鼠都帮我们 debug了 然后我要涨价了 OK 对吧 OK嘛 车都还没收理好 你就好像烦恼 不能去购 你就要说 不行不行 我要先去购 餐厅 人家客 吃坏肚子 你都还没给人家弄好 你就要急着涨价 你吃相也比较漂亮的 比较漂亮的 做生理也比较漂亮的 这如果我这样做 我一定去找我们阿爸黏的嘛 对吧 我们阿爸说 你也比较正硬的 做人不能这样 对吧 消贪两家的人 阿你是怎么购 买乱购没钱 本来是159.9变167阿 阿我们都不要去讲日币贬值 这些事情 我是不晓得 人家有人家的苦衷 他要去购 他要购购 他要购购 还是他要购购购 都不干我们的事情 他要怎么去购 我是没差 因为他去购购 对我来说是好事 他要卖车 他要卖300万 也是他的自由 我是这样觉得啦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时间点很奇怪 我的车 还在那扇灰尘要不收理好 我就先看到新闻 说你要去购购 我会觉得 你很快的喔 你很急 很奇怪啊 好不好 这个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点小小感觉 我当初看到这个新闻 第一个感觉 虽然很爽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好然后这边我有在一个 讨论串里面看到一个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我现在是转述这个 发文者的内容 给大家听好不好 有人在台中范德的原厂认证 精选二手车 买了2013年的X3 X-Drive 20i 目前交车约两周 业务说有三个月5000公里保固 保固五大系统 引擎本体 变速箱本体 悬吊系统 刹车机能 启动马达 全台湾的任何原厂都可以维修 费用他们会处理 欸第一点 我真的很认真跟大家讲 我真的第一次知道原来 B&W 我是看到这个文章我才知道 如果他讲的没错的话 我才知道说原来 B&W原厂认证中午车 只有三个月5000公里保固 还是年份比较久的 因为他买的是13年的9年车 所以剩下三个月5000公里保固 而且他保固的很少 他只有引擎本体 变速箱本体悬吊系统 刹车机能 启动马达 只有这样欸 那我觉得我的保固比他还屌欸 那我卖这个不就很亏 然后他说 因为他车子在慢速刹车的时候 有偶发性的明显抖动 刹车板会跳动 所以他就就近在原厂检查 然后原厂跟他讲说 保固的引擎本体 引擎的链条 依应建议更换 然后保固的刹车系统 前叠盘变形刺钩严重 还有引擎脑 皮带裂合严重 拉杆橡皮破裂的 他在别间 他在台中买的 然后他去别间的原厂检查 然后原厂跟他讲说 你的链条异音要更换 然后你的碟盘 施钩严重要更换 引擎脚老化皮带裂痕 拉杆橡皮破裂 都建议更换 然后呢 他就去跟这个台中的 原本他买的那一间的二手车行 反映这件事情 说欸我究竟检查 他跟我讲这些事 然后呢 对方就跟他讲说 你又没亮引擎灯 为什么要换链条 你都还能开 又没有缩缸 对不对 如果你说缩缸 我一定会帮你处理啊 你说碟盘施钩 煞车系统有亮故障灯吗 所以煞车系统没亮故障灯 也不算 然后对方跟他说 你这样我们收的每台车 都要花很多钱整理 对方说 你开回来台中 我帮你检查 其他厂的工单 听听就好 来你来我这边 我帮你检查 那这个客户有疑问是说 为什么本来不是说 全台都可以维修 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说 他到别的原厂 去检查出来的项目 然后被这个台中的也是原厂说 你不要管他们说的 听听就好 你回来我帮你看 他认为说 不是都是BMW的原厂认证中午车吗 为什么有我在A厂检查的 你B厂说 不要听他的 你来我这边 那我想可能是经销商体系的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连自己的加盟店 都会有这种事情 你例如说我举个例好了 小四有一天如果开分店 如果是加盟店在台中 然后呢 你跟在台北跟我买一台车子 然后有发生一些状况 然后你 因为你从台中上来买 所以你就去台中的小四汽车检查 然后台中小四汽车检查 以后跟你说 你这个链条要换 你这个碟盘要换 然后你就回来联络台北店 然后小四台北店跟他讲 你不要听台中店说的 来来来 你车开回来 你从台中再开上来台北 我来我来帮你检查 你不要听他的 有没有 类似这种感觉 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 假设以小四的分店来举例的话 有没有可能台中的分店是加盟店 有可能嘛 对不对 但是我是觉得这应该要沟通好使 总公司就要处理的 廖老大的加盟店 万一吃了 拉肚子 那我总不能说 你去找那拉肚子那间 也不行 总店就要处理了 从里面我是看到了几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原来 别人在卖二手车是碟盘变形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皮带裂痕这个都是ok 这如果我小四 你妈妈在大水街 我如果买一台车 引擎 角老化 碟盘变形 皮带裂痕 拉肚子 橡皮破裂 我早有缺度啊 这如果是我 我要肉乳高道歉 你知道吗 雖然我现在 我没有办法去 每一台车都详细的去检查嘛 但是我必须要信任我的员工 我把SOP给他们 你该怎么检查 修理厂该怎么检查 我就必须信任我的这一连串的 我的伙伴们 我必须要相信他们嘛 那如果某个环节有错 碟盘变形 没检查到 或者是刚刚讲的 这个皮带有裂 没检查到 我是要出来肉乳高道歉的 因为我信任我下面的人 让他们去把这个SOP照着做 那可能环节有出错 我就要出来肉乳高道歉 不是吗 对吧 我都觉得人家做生意怎么好做 如果这样子我跟你讲 可以照他这样子的话 我的双B车可以卖很便宜 我认真讲 如果这样消费者可以接受的话 我双B车我认真讲 我可以比现在我卖的价钱 卖的更便宜 而且便宜到有感 真的 我如果可以照着他的保固内容做 引擎没亮灯 就不算坏 然后叠盘变形 煞车没亮灯 都不算坏 我可以卖很便宜 我真的可以卖很便宜 我也很讨厌被人家说 好像车很贵 我不要做那么多事情 我的保固不要那么紧绷 我能卖更便宜 所以我最想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outlay 你知道吗 什么outlay就是 我车子回来都不整理 我就丢着 我就不要紧绷便宜 我只给你保证 没有事故 没有泡水 没有调表 比如说 剩下的我都不管 你来我这边买 你可以买的比外面真的都更便宜 但是车回去 鸿肝随人 你自己处理 我很想要这样卖 因为这样卖超轻松 我这样不用请那么多员工 不用担到你阿嬷阿嬷 你好你好 欢迎光临 你先要看什么车 你先要看什么车 好好好 小心头 小心头 你先上去坐看看 我方便自己看 车上都有黏那个纸条 你自己续号撕下来 去柜台买单 交证件买单 就这样 你看到的车是这样 然后你到时候来交车就是这样 我们搭配维修厂就好了 我跟你说啦 好啦 虽然都说现况啦 你真的买单完了 你开去小城那边顶起来 这边有漏油 靠腰 小师啊 这台漏油漏得这样 哇小城那边经理买 要花五万 夭书啊小师 你怎么做生意这样 夭书啊我没买了 就变这样了 会不会 会喔 所以我觉得做outlet 是最好的啦 像花车的概念 就是一堆在那边自己去挑 像台肉店这样 这样是最好 汽车社团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 在放同一台汽车 有一种卖车的方式 就是有点类似船直销 就是说我小师汽车 要讲这个吗 我只是一个news king 或者是安利公司 我负责提供商品 就是中股车 那你们这些人 你们都是自己的老板 我没有请你们来 你们都自己的老板 我的商品提供你们去卖 卖完之后我们再抽分 所以我的商品 会有很多人在卖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在卖 因为我不用支付他们薪水 比如说业务承染制 看得好听的 你们大家都是老板 所以我不会付薪水给你 我只提供货品 你们要去哪里PO 你们要怎么卖 都你家的事情 我就告诉你这台车 我的成本是多少钱 那剩下的你想卖多少钱 我们都是抽分的 你卖越高 我们两个都抽越多 我也不用对你负责任 你也不用对我负责任 你不来打卡OK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双方 其实不要说对双方 对我而言其实是 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都没有我的事 我只是给他一个商品 他要怎么骗人家 不干我的事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是 卖刀给他 我怎么知道他拿去杀人 我是提供刀给他去卖 我怎么知道他把他把刀拿去杀人 跟我公司没关系 而且我跟他没有劳雍的关系 我没有请他上班 他也不是我公司的人 出了什么事情 断点好切 大概简单讲是这样好不好 这不要讲得太深入 最近MK3收得很久 没有MK3我不太收了 那个MK3都之前收的 我跟你讲 MK3其实我近两个月以来 我已经不收了 真的 如果有人在讯息上 问过我 说Focus MK3要公司 我其实已经不收了 MK3我现在真的不太收了 你们现在看到MK3 都是至少两个月前买的 然后为什么两个月前买 现在才在上架 我可以跟你分享 第一个我要讲 为什么Focus MK3 我现在不卖了 我发现他有一阵子有缺 那个变速箱的TCM模组有缺料 要等三个月 那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那不要先不要 后来货有到了 再来第二个 就是那一阵子我也觉得说 现在福特Focus的MK3 陆陆续续开始出毛病 就是以他的年纪 2012年到2015年 等于大概是7到10年的车 我觉得他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会有一些小毛病出来 所以我就开始跟公司的采购 沟通说MK3我们要很少收 除非他车况很好 里程数很低 我们才有可能收 要不然车况一般般 基本上我都不收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 都是之前收的 然后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 检查去测试 反复测试 到我们有把握我才上架 所以时间拖很长 要不然就是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有可能是 我们以前卖出去的客人又卖回来 那我会收 以示负责嘛 我卖给你的东西是好东西 你开了几年你要卖回来 你没有把这个车撞到啊 或是不保养啊 弄烂的状况之下 我一定会跟你收回来 而且会比你去外面卖别人还高 这是我给顾客的一个算承诺吧 然后这个上个礼拜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这礼拜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礼拜我发现可能整个经济状况 还是不是非常可能是股票啊 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啊 那个离我太遥远了 我不懂经济上面的状况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经过了这一周以后 我觉得经济状况还是很差 因为我觉得有几个效应 第一个是可能很多的新车 有陆续交车 或者是Model Y的一个效应 我跟你讲 Model Y这个效应 我觉得还蛮大的 就是有很多的百万以上的车 最近一直抛出市场上来估价 甚至贩售 真的很多 我每一天都要报好几台 正可怕的时候 我一天喔 我要报价 一天要报三到五台的Model 3 很可怕 报到我都头晕 不知道我在报什么效 然后Model 3 我已经报价到最后 我连报价都不报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我没收Model 3 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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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再多钱都不够买 真的很可怕 那都百多万 百多万 百多万 我真的来过年期 我真的没钱 我真的买到没钱 所以预计 我自己的感觉 现在车子有跌一波了 一定是有跌一波了 我跟你讲 保证是跌一波了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 百万以上的车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是百万以上的车 真的已经跌一波了 你光上个礼拜 可能我报价120万的车 到了这个礼拜来 剩下105 110 就是差那么多 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这样股票 一个礼拜的时间 上个礼拜的报价 跟这个礼拜的报价 就差10万 不是我要差10万 是全台湾都差10万 因为我们通常之间会沟通 会互相讨论 最近估那个车 几年的车你估多少 120 120 大家都估差不多120 129 122 都差不多在这个左右 好 然后可能上个礼拜 我就120爆出去了 这个礼拜 他回来要卖我 再问一次 你上次我问你的那一台 你说122 现在你觉得 我觉得105就好了 你知道吗 再问另外119的 我觉得现在可能 也是100空气就好了 全部都Q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市场为什么会这样萎缩 很简单 第一个 我报122万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已经有人105 可以买到一样的东西了 在市场上 已经有车行到外面去搜 一样年份 一样差不多条件的中古车 过了一个礼拜 他105已经买得到 那他当然没有必要 对于上个礼拜 爆出的122来跟你买 我昨天买一台 105而已 一样差不多条件 你这个我觉得122 我没兴趣了 真的就是这样 很可怕 所以其实我最近 报价都很小心 我宁愿 让客人觉得说 你报好低 那报低没关系 你不要卖我就好了 我也没有硬要买 我也没有钱 我很怕 不小心报一个太高 就抓起来 你知道什么意思嗎 报一个太高 我就辛苦了 真的说 小事我没理 我分了 要去借钱 我跟你讲 我有几个好的朋友 同学要借钱 我最近钱也不太够 可不可以掉个200 300 不好意思 那我钱也都卡在股票里面 我想要借个200 300以前 OK我出力 现在是借个200 300 我台积电 那妈的还在500多梯耶 我怎么断得了 我头断不下去 这跟你讲都连动的 都卡在一起 我不骗你 我在想说 妈的会不会有那个雷曼效应 我有遇到雷曼风暴 现在有很多可能 进行没那么久的 车行朋友 他没有遇到雷曼 雷曼是很可怕的 我雷曼的时候 四代风暴的时候 我在二手车借 那很可怕 那时候是收了很多的车行起来 直接就是倒 滑倒了 直接就是倒了 那有的狠一点的 先那妈削同行一波再倒 那个就像一滩死水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时候 在卖二手车 不是说你的车不漂亮 所以卖不掉 你的车太贵 所以卖不掉 你的车不好 所以卖不掉都不是 是没有人在消费 没有人在买车 那时候那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不是说你的东西不好 你人在肌歪 你服务不好 卖不了车 那个时候就是你每天店开着 就是没有人要来买车 连看车的人都没有 我有问过一些在金融界的朋友 有些人就有这种感觉 觉得好像这个风暴正在行程 我有听过这样的讲法 日币汇率减日币来避嫌 我跟你讲 我已经减很多了 但是问题来了 你确定日本不会出事吗 你确定日币就不会出事吗 真的我有遇过这个状况 所以我知道那个痛苦 我知道那个的可怕 我那时候我的本还是比较少的 我现在妈的这整场车 来一个金融风暴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我有遭遇了 你知道吗 我让我赌一次 大家就有缘再相见 所以我必须要小心谨慎 因为毕竟我公司 现在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很简单 我跟我的某头 比方说日子也是贵 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人 还有那么多员工 我每次要花戏就是 我每次要想办法 反正其实当老闆的一个责任 就是保护公司 要避嫌 风暴买车有便宜吗 真的风暴来 你也不会买车 你不要说便不便宜 我比较不便宜 你也不会来买 你要試看看 我有遇过这个事情 所以我可以这样跟你讲 已经不是买车便不便宜的问题了 你如果真的欠很多 你就那时候风暴买车 我家一定便宜的 一定便宜的 可是我告诉你 等到金融风暴 你没有想买车 你不会有想买车的念头了 来跟大家谢谢一下吧 大家都很关心你 真的吗 让大家知道你好好的 谢谢 谢谢 目前还可以 但下礼拜不知道 这种感觉是忽然来的 忽然来 然后又忽然没有这样 谢谢 但是就是慢慢啦 慢慢的习惯 我觉得可以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就收到很多很多很多就是 大家的祝福 其实我们 我跟小思 其实心里都有安慰到 好咯 拜拜 谢谢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就成功了 我